马来西亚三位人医会的医护人员 以及十六位麻坡的慈祭志工 走进一位独居长者的家里头 为他清理身上的伤口 以及协助他清扫住家环境 他是独居的叶亚兽阿嬷 年迈的他因为无法自行处理手上的伤口 这天有三位慈祭人医会成员走进他的家 屋外杂草丛生 九十一岁高龄的照顾霍颜阿嬷也无力清除 同一天麻坡慈祭志工拿起割草机 动员清理居家环境 有的帮他除草 有的帮他打扫 带着割草机 笨机那时候是来清理 希望给他卖一个干净的环境 割好了 他走出来也是安全 不然也是很怕有蛇 原本杂草丛生的庭院变干净了 叶阿嬷更是满心欢喜 大新闻 真善美之工 郭丽怡 徐世泉 马来西亚报导 不愿意 不愿意 我来不愿意 我来不愿意 不愿意